敲锤 审议 行政院4月22日拍板跟踪 《骚扰防治法》最快半年内就能完成立法上路 台湾的性贫法律保障往前迈进一步 幕后推手就是这些立法委员 司法改革 正义行动联盟 首度针对第十届第一二会期的优秀立委进行评选 那我们去看他的法案的内容 认为这个对 比如说对人权的保障 对弱势者的处境 对司法成立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这次选出来的四个委员 我们都有去看他们当时提出的一些法案 后来有通过 从筹备到评鉴完成 共历时四个月 司法正义评鉴对象 包含三度通过法案的立委19位 共34个提案 政党方面有民进党 国民党 时代力量 民众党 共15个提案 获选为优秀立委的 包含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以及国民党立委李贵敏 民进党立委周春敏 以及蔡以渝 司法这个正义委员 也是感谢他们的推举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司法 还有很多要一起努力的地方 我会持续来努力 蔡以渝提案核幼罪和绿幼罪 被害者年纪由现行20岁下修到18岁 同时将刑则提高 保障受害者人权 而赖湘林委员则提案保障人民的救济权利 虽然我个人有得到民间团体的肯定 也是要感谢在国会有跨党派 以及法务部大家一起的肯定跟支持 才能够通过攸关人民权益 能够在受到行政处分不公对待之后 程序重开的可能性 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默默耕耘 用实际行动完善落实台湾社会的司法正义 欢迎收看慧弘律林婉宇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